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叫多巴性硬化症 先讲它的病因 它的病名怎么来的 就是你全身多处肌肉 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收缩 就好像你全身有多处发生了肌肉 僵硬的一个现象 所以叫做多巴性硬化症 而这个疾病的病因跟肌肉没有直接关系 是神经系统 是你中处神经的神经 它不是外面有包水窍吗 就水窍被攻击 就水窍就坏掉了 你本来有水窍的时候 我的那个运动神经的讯息传递 可以跳跤传导很顺 那一旦你的水窍受损 你的跳跤传导就会受阻 那后面的肌肉 本来正常的肌肉 就会正常被控制的收缩 结果这个肌肉就不收缩了 这个肌肉就变得很细很瘦 因为肌肉如果不收缩 它就开始萎缩 那就发生全身很多肌肉开始萎缩 没有办法运动 这叫做多巴性硬化症 它是因为那个水窍被攻击而造成的疾病 好那我们看一些示意图 正常的水窍是可以跳跤传导的 它的讯息传递非常的顺利 但如果你的水窍被攻击 就会漏电 一漏电呢 很有可能这个讯号到这个时候 就因为那个离子都散失了 它没有办法往下传递 就会造成讯息传递受阻 你的水窍就会因为被攻击而开始破裂 以上这是多巴性硬化症